HELLO 大家好 我熊 我熊 這兩天跑去台南灣 那也有住了旅館 所以說就來拍一下我們旅館的VLOG 那基本上我就是住一些 比較便宜的平價旅社而已啦 旅社的資訊在這邊 那我們就開始吧 現在呢 我們就來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 比較便宜的旅社 雖然它比較便宜 但是裝潢也不馬虎 但是設備上來講 就是那種比較便宜的感覺啦 那裝潢的確是還不錯 有用心在做的感覺 但是還是透露出一點廉價的感覺就是了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這次租的這個房間 長怎麼樣子吧 OK 那這個就是它的房卡 它的房卡上面會有一串密碼 就是這裡會有一串密碼 然後它其實不是B房卡進來的 它是按密碼進來的 一個很特別的設計啦 那再來就是它有一個磁扣 這個磁扣是 假如晚上你好像過11點還是11點半 過後你要出門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磁扣去逼那種樓下把門的那個門 有住過比較便宜的旅館就知道 櫃台通常都不是24小時的 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卡片設計的很漂亮就是了 台灣的地圖 那這邊旅館會滿滿的就是這種 它有很多那種老照片的印刷品 印製品海報之類的 那等一下會帶大家看一次我們就先 拔開然後出去 喔 現在是白天了 其實是要退房了啦 好 那就來試一下吧 先把門關起來喔 然後它這邊就有這個密碼 那它還有這個雷射雕刻的貼心小東西啊 還不錯吧 好 那就是打這個密碼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鎖很常見啦 就按一下 這樣子然後就可以亮起來就可以打密碼了 然後就可以進來啦 進來之後就把房卡插進去 這個房卡插進去 然後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了 對 那這個門也是有這個基本的鎖的 可以鎖起來 那燈基本上都在這裡 那就有附個冷氣壓孔 打開 這樣冷氣就開了 那這個冷氣看起來就是那種中央空調啦 所以說它的冷房效果就很冷 可是你完全不能調整 你調高調低都沒用 很冷就是很冷很冷就是很冷 但是基本上它都是設定在一個很舒適的溫度 對一般人來說都是一個很舒適的溫度 OK 那一進來呢 這邊就有個可以掛外套的地方 然後就有兩個小掛外套 但這個地方很暗 這個地方我覺得 多盞燈會更好 但是有一個可以掛外套的地方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可以看到它整面牆都是漆著這種藍色的 那種比較文藝氣息的藍色啦 藍色之餘呢它這個管柴都很明顯的貼在牆壁上 好啦那再來就來看一下這個房間的重頭戲吧 就是這個 這就是一些畫啦 這些畫呢就是在旅館的各個角落都有 應該是每個房間會不一樣 所以說 假如你每次都來住這間旅館的話 應該每次都有不一樣的驚喜 這個房間主題可能是 飛機或者是工業革命吧 看起來都是一些 蒸汽旁客風格的圖啦 這邊還有其他的畫 然後旁邊這個是熱氣球的設計圖 然後這邊還附了一本書 這本書不知道是幹嘛的 但是就是它有附一本書 然後你可以看 那再來就是有這個電視 這個電視我 然後從住房到退房都沒有開 那再來就是它有附拖鞋啦 有兩雙 這邊一雙這邊一雙 就兩雙拖鞋可以用 那這個櫃子是它 整個裡面唯一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對超少就只有這個櫃子上面 可以放一點小東西而已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你的行李之類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它這個枕間啊 我從這邊到這邊 這就是整個大小了 其實很小啦 但是它很便宜嘛 所以我們就不要求大小了 它就只有一個這個小櫃子可以放的東西 真的是超級不夠 你包包想要找地方 空著啊放著 不要放地板感覺髒髒的 那就沒地方放 你看安全帽也都放地上 啊對啊 它這個桌子也可以放東西 但是這個桌子就是 放一些吃的就滿了 就是太小了啦 然後椅子只有一個 雖然是雙人床 但是椅子只有一個 所以說一定會有一個人坐在床上 然後吃東西的話 就在床上吃東西 就有一點點的不方便啦 但是還是可以接受的 就如果你只是來玩的話 單純來住的話 那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 呃 旅館裡面 吃個東西 聊個天聚個會的話 那這個旅館可能 格局就不太適合啦 那它一樣有附兩瓶礦泉水 還不錯 然後還有附熱水壺 然後還有杯子 紙杯 還有茶壺 還有一些日月潭紅茶 阿里山烏龍茶 那還有它基本的牙刷 還有梳子啊都有附 這個吹風機我用起來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跟一般這樣不一樣 一般就是按著拿會吹嘛 它這個是打開來就一直吹 一直吹不會停 對那昨天吹了很久 也沒有過熱停掉的狀況 然後也沒有融化的狀況 所以這個吹風機給過啦 但還是不好用啦 這跟大致的比起來是很難用 但是 就是至少比那種游泳室好用得多了 好啦那再來就是拍廁所的部分 一般旅館不都有浴缸嗎 它沒有浴缸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淋浴間 然後天花板超矮的 然後就一個簡單的梳洗台 對然後該附的東西都有附在這裡 那左邊就是碼頭 那要說的點就是它的水真的是很熱 然後來得很快 那就算是早上啊 想要沖個澡啊什麼的 一早起來熱水一打開馬上就有 都不用等 算是還不錯吧 OK 那最後就來拍一下這個吧 這個是我覺得它最貼心的東西 這就是它的一個小笨子 對 那一打開呢就是一些 欸不知道在幹嘛的 這是幹嘛的啊 記性嗎 不知道不知道在幹嘛的 然後它有講一些路房區之類的 那最酷的就是這個啦 這個就是旅館的地圖 就是周圍的地圖啦 那你可以自己拿一張 這應該就是比較實用的觀光地圖啦 它這一本裡面有很多張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拿一張回去 那這個地圖應該是跟櫃檯要也會有啦 那我就覺得還蠻貼心的 假如你是來台南館 然後 嗯 要騎假扒出去的話 就是它沒有假扒可以阻解 那你就可以 照著這個地圖去跑啦 因為這邊其實 離景點什麼的其實也都很近 好的那這個就是這個房間的簡單介紹啦 那我來講講我住房心得啦 因為畢竟看起來很漂亮 跟住起來舒服舒服是兩回事嘛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它的裝潢 雖然是還不錯啦 就是有設計過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還是透露出濃濃便宜的味道啦 就是一些走些什麼的 就自然就是不會比那種比較貴一點的魚館好啦 其實看起來就很像那種百貨公司的天花板 比較土黑就好那種感覺 那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頭就會往上 往正上方看 然後就會覺得 哇我在百貨公司裡面逛街嗎 這個是怎麼樣是怎麼回事 好那再來就是浴室沒有那個浴缸嘛 那這個算是缺點吧 就是當然有更好啦 但是沒有也沒關係嘛 那再來就是它的放東西的地方 真的太少 那再來就是它沒有冰箱 就是你沒有辦法冰東西 好那最後一個缺點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它沒有對外窗戶 你看這個房間是完全沒有對外窗戶的 所以早上起來的時候不管幾天起來 都會覺得現在就暗暗的 完全不知道現在幾點 這個地方可能偶爾住個一點晚還好 但是如果你要住很多個晚上的話 你就要考慮清楚這件事情 可能你要來台南玩一個禮拜 那種的話你就要考慮一下 就可能有個窗戶還是會比較舒服一點啊 那這就是它的缺點 就大概這幾個 那再來講它的優點吧 那優點的第一當然就是便宜嘛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第二就是 喜歡這些藝文創作藝文氣息的人 應該會特別喜歡這種旅館 或者是這間旅館 再來就是它有些地方也是蠻貼心的 很像它會給你一個地圖 然後教你這個台南附近要怎麼玩之類的 再來是它也有行動電源可以借 然後它有腳踏車可以借 就是你不需要騎車又開車 也可以很方便在附近 繞繞附近走走 但是當然有摩托車會更方便就是了啦 那再來就是它的熱水很快就來了 一下就熱了 然後洗澡也洗得非常爽 那是看起來東西很樸素 但是用起來就還不錯用啦 好那這個就是這一間旅館的 住起來的感覺跟心得啦 好那我們就出去玩吧 這有腳踏車 然後有一些書籍 應該是可以借可以看啦 然後還有一些戰利品之類的東西吧 那再來就是這個 有很多光光的DM 那可以拿 那這邊有一台公共電腦可以用 假如說你要存檔案 相機要存檔案什麼的 就可以用這台電腦存 那這有個行動電源可以出接 然後有一個簡單的休息室 那他們櫃台這邊也有很多這種 有特色的圖案啊 像這個應該是台灣吧 然後有一些畫之類的 對 這應該也是用那種 360降低拍出來的景 那停車的話應該是滿不方便的啦 但是摩托車還是有地方停的 汽車的話可能就 真的不方便了啦 那外面有夾托車可以租借 那再來就是我今天的房間 跟昨天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顏色就不一樣了嘛 好的那首先就是圖片不一樣嘛 這個主題可能是巴南大順吧 就是卡洞裡面的巴南大順 然後就有一些不一樣的照片 跟不一樣的地圖啦 就是單純比較大而已 那房間也不會像那間這麼緊的 然後多一間窗戶差滿多的 住起來感覺就是這樣 那其他都是跟昨天差不多 好的 本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麻煩留言按讚分享 想看更多機車相關 汽車相關的影片的話呢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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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喔 喔 啊 喔 喔 啦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